111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花莲市有四位选手 在游泳项目、跆拳道项目 还有网球项目当中勇夺夹击 市长文家前特别办法体育奖励金 也关心这些选手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这些选手呢 除了继续要挑战更高层级赛事 他们也都很积极考取专业的教练征兆 要贡献自己专才 协助培养花莲更多体育优秀选手 111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今年5月在桃园举行 花莲东华大学的游泳选手黄国亭 夺下了1500公尺、800公尺及400公尺自由式三冠王 可谓是花莲之光 而同为东华大学的战友张正丽维 也在400公尺、800公尺自由式项目 分别获得第二及第三名的好成绩 另外东华大学的陈子蝶 在跆拳道项目踢出好成绩 在公开女子组53公斤级获得了竞牌 而阳明大学的黄子云 在网球公开女子组双打比赛中也获得银牌 市长吴嘉賢特别颁发奖励金 肯定同学们的坚持与努力 那我们看到花莲全国大专运动会的成绩也非常优异 那我们的国庭在游泳方面 还有立委在游泳方面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那在子蝶的部分 他在女子组的一个跆拳道 在他的量级里面也拿到第一名 那会看到这几年来 我们这些孩子也是一路看他们长大 那每一年都会到花莲施工所来颁赠奖金给他们 可以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未来有机会前进亚奥运的时候 也不忘回馈乡里 造福我们自己的孩子 也能够回到乡里面来任教 协助更多的小朋友们 未来有一个正确的运动观念 那也可以培养更多的运动选手 那在此我要恭喜他们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赛事 都能够非常顺利得到很好的假机 这些选手也努力练习 企图挑战更高层级的赛事 同时他们也都积极考取专业教练阵征照 要延续体育培训任务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也学会了很多人生的一些道理 像是在进步的时候该有什么态度 在退步的时候该有什么想法 我在去年就已经达到2023年的 中国杭州亚运的参赛资格 那你还考了什么 那我在上周已经考到了中华国小的 游泳专任运动教练 游泳让我可以面对很多 运动的低潮让我可以更接受挑战 像是我去年全大运就是状况没有很好 连颁奖台都没有站上去 可是我在这一年当中 就勇于去面对这个低潮 然后持续去努力坚持 然后所以今年的成绩就可以 比较顺利的站上颁奖台 我有在修学校的国小教程 还有运科方面的课程 就未来会朝这方面去发展 有泪有汗啊这样 但其实过程中就是家人啊教练都在支持我 然后让我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有很好的成绩 目前正在国小当教练 然后也有在考专任教练的资格 目前就是一样培养基层选手上来 然后就继续接续国中高中 然后培养运动人才 看到花莲市的选手有优异的表现 市长温嘉玄感到无比光荣 同时也强调 市公所会持续支持各项运动发展 让优秀的选手有发挥残忍的舞台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